当前的俄乌冲突 我认为是美英热澳等领导国家 与中俄等亚欧大陆国家的历史性对撞 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现代综合性战争 下面我从十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判断 第一页俄乌冲突正在演变成为 俄罗斯与整个美西方之间的全方位 综合性战争 包括军事、金融、科技、贸易、外交、网络 太空、政治、舆论、文化 体育、艺术等各个方面 虽然美国西方不敢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军事冲突 不敢派军队进入乌克兰参战 不敢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 但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全方位制裁和禁运 对俄罗斯航空中心进行的网络攻击 一些中立国也纷纷宣布参加制裁 早已经超出冷战时期 西方集团与苏联集团之间的激烈程度 俄罗斯如果失败 则会在俄罗斯与欧洲国家之间形成一道新冷战铁幕 拜登将这道铁幕称为力量之墙 这道力量之墙将成为绞杀俄罗斯的一道交锁 这是美国所谋求 所希望得到的结果 只有如此北约才能继续存在 美国才能继续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欧洲 才能继续维持在欧洲的主导地位 俄罗斯如果失败 可能产生像当年苏联在阿富汗失败一样的政治后果 不仅经济会失去发展前景 而且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分裂 西方集团向东北部内陆地区对俄罗斯进行挤压 使俄罗斯完全失去向西进入欧洲的地缘通道 克里米亚和黑海也可能会得而复失 在东方 日本会联合美国 趁俄罗斯虚弱对其进行军事挑衅 对南千叶群岛优所图谋 并封锁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的出海口 如此俄罗斯则会在西部的波罗的海 南部的黑海以及东部的日本海方向被挤压在内陆 成为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一个内陆国家 俄罗斯自然不愿接受这种结果 普京以最严厉的方式发起反击 从乌克兰方向打破这道力量之强 这既是被迫之举也是国家战略命使人 第二这场冲突让欧洲的绝大国家加入反俄阵营 特别是一些此前一直保持着总理立场的欧洲国家 这次都改变了立场 总理国瑞士宣布动机俄罗斯自产 芬兰宣布申请加入北约 这是二战中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在这次俄乌冲突中 除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在与普京保持电话联系 并争取和平解决冲突之外 欧洲大部分国家都积极反俄 并为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 整个欧洲笼罩在一片战争的喧嚣声中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 甚至在冷战中都没有出现的一场心态 德国重新武装 向着军事强国的转向 更应该引起全世界的高度警觉 由于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因此德国的重新武装 虽然有利于欧洲防卫独立 但会不会引发新的纳粹主义泛滥 将欧洲带入一个极有一势力猖獗的状况 值得高度警觉 俄乌冲突正在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 或许其影响还要深远得多 那就是它会改变整个欧洲人的思想意识 如果这场冲突不能尽快结束 或战火烧向整个欧洲 那么其后果就不仅仅是冷战铁幕那么简单 第三美国无疑是这场战争背后的最大玩家 冷战结束三十余年 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 围剿从未停止美国操纵五轮北约东扩 并在俄罗斯的欧洲方向 部署大量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的进攻性武器 包括先进导弹防御系统 中程导弹 隐形战机 这些都直接威胁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 使得世界上的核大国之一 全球第二大军事强国的俄罗斯无法安睡 美国一直在制造机会 引发一场与俄罗斯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进一步虚弱俄罗斯的实力 进而解体俄罗斯联邦 而这一战略布局的悬点 就在低缘政治的枢纽国家乌克兰 美国从2004年在乌克兰发动颜色革命 到2014年彻底颠覆乌克兰政权 扶植起一个轻美反俄 具有纳粹色彩的乌克兰政权 并准备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 最终在乌克兰驻军 使得俄罗斯陷入一种极为严峻的战略困境 要么继续任由美国布局被美国困死 要么拼死反击 而拼死反击却又正是美国所需要的结果 因此这次俄乌冲突对俄罗斯来说 是在以国运相搏 对美国来说则是一次战略对赌 看起来无论结局如何美国都是赢家 当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第四这场冲突是美国政治供火和军事威胁的结果 使美国施展阳谋的结果 是美国所需要的一场代理人战争 美国希望这场冲突给美国带来一波战争红利 其一使这场冲突会阻断俄欧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 会使欧洲逐渐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而转向美国 因而美国会大幅增加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这场冲突在欧洲引发巨大的心理恐慌 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 纷纷宣布增加军费开支 德国还宣布可能会购买美国的F35战机 这些必然使美国的天然气 军工等行业的企业 在这场冲突中获得巨大的战争红利 其二是由于冲突发生在欧洲 必然对欧洲经济 金融形成冲击 部分避险资金会逃离欧洲 其中一部分资金会进入中国 而大部分会进入美国 为美国的高负债高通涨接盘 缓解美国高通涨高负债压力 其三是通过这场冲突切断亚欧大陆桥 阻断中国与欧洲的路上交通 贸易联系 阻断中国一带一路向西贯通 阻断中欧版列 从而打击亚欧大陆的路权复兴 以及路权对海权的冲击 欧洲会在这场冲突中遭受重大损失 其一是欧洲将会进一步增加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会进一步在政治上受美国控制 比摆脱美国走政治和军事自立的道路更加遥远 其二是欧元相比美元将会继续走落 美元则会进一步走强 美元霸权会进一步巩固 当然整个西方将俄罗斯从全球美元结算系统中出名 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带来一定的机会 但人民币要成为全球主要结算货币 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其三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将会进一步走向保守 极端右翼思想将会回潮 极端民粹主义 纳粹主义将会沉扎泛起 其次是俄欧关系将会长期恶化 甚至会形成新冷战割局 这不利于欧亚大陆的复兴 不利于欧亚大陆的团结 不利于陆权对海权的竞争 第五普京是一个具有强大意志的政治家 虽然俄乌冲突让俄罗斯陷入了战略困境 但如果俄罗斯能够在乌克兰冲突中取得重大胜利 能够完全实现其在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让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而保持总理的目标 那么美国在乌克兰所设下的战略陷阱 就会给俄罗斯带来安全保障和复兴机遇 俄罗斯一旦在乌克兰突破美国围堵 打碎美国枷锁 那么俄罗斯将会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地院战略态势 欧洲的反俄联盟会瓦解 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会极大减弱 整个国际形势会出现重大转折 看似普京再度国运 实则是无路可退时的背水一战 只要能在乌克兰趟出一条深路 俄罗斯的未来将云开雾散 第六将俄乌冲突放在全球视野看 实际上是一场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冲突 这场冲突的影响将会非常深远 会改变世界格局 再往更深而看 这场冲突的实质 是整个西方集团与中俄一之间的战略对撞 中俄本质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如果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败了 西方国家集团一定会些打败俄罗斯之为 趁势妄东 全面与中国对抗 全力绞杀中国 甚至会对中国发动战争 将用在俄罗斯身上的所有凶狠手段 全都用在中国身上 中国必承受更大的战略压力 如果俄罗斯胜了 则会沉重打击西方国家集团的嚣张企业 分裂和瓦解西方国家集团 从而减轻中国的战略压力 使美国陷入对中俄两面作战的困境 对俄乌冲突的发生 演变 持致 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我们一定要站在中国立场 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 进行观察和分析 各位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